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熊的 視 礦 我是熊古烈 節目晚一點 控制軌跡FC 好啦 又回來玩我們控制軌跡FC啦 那在上一集結束之後呢 我有私底下稍微的練等喔 但是... 其實我也沒有真的升等啦 我大概就是達到一點經驗值而已吧 然後... 這邊有個休息點喔 所以我們可以不斷的普攻刷拐 然後練... CP 對 還有... 一點經驗值 然後血都不用擔心 血跟膜的損耗 對 但是... 恩... 但是沒有升等喔 主要是時間有限啦 我沒辦法練太久 其實到後面你就會發現升等 非常非常的困難 好 那... 我先統整一下喔 我這一集想要做的事情 除了趕快回博師報告之外呢 我們上一集不是有看到閃耀波姆嗎 然後... 我就在... 上一集拍完之後 跟我的同學討論一下喔 因為他本身是... 鬼基米嘛 他... 不要說FC啦 FC、SC、3rd 他可能都... 全部都玩過喔 對 我就跟他講說 欸 遇到閃耀波姆 是不是... 那個... 一般的攻擊是無法奏效的 他說對 而且他跟我說怎樣你知道嗎 他跟我說 呃... 他遇到... 這種閃耀波姆 其實... 然後打閃耀波姆 是因為他們會掉非常... 豐厚的經驗值跟... 這個... 倒立碎片 對... 所以... 所以基本上遇到... 當然是要打掉 像我上一集這個... 直接逃跑是錯誤示範喔 不過... 恩... 我那個時候那個狀況其實... 逃掉跟硬上是... 差不多意思喔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CP啦 然後我同學跟我說 他基本上都是會用什麼你知道嗎 他都會用200CP 去... 去打閃耀波姆 對 他覺得那樣子還夠痛喔 啊我現在的CP也才100多而已 而且我發現... 我... 我發現其實... 恩... 有個寶箱耶 得到了回復藥 好我忘了講一件事情喔 我這集要講的事情太多了 那個... 我們再走回去一下喔 對 那個... 其實是... 我上一集在私底下練等的時候 有在這邊發現... 另一個地方有個寶箱 但是那個寶箱打開可不是... 給你寶物這麼簡單的事情喔 不過我要找一下那個寶箱的位置喔 寶箱在... 衝過來 而且是背後是不是 不過一隻蝎子應該是沒什麼威脅力阿 對 痾... 我這邊... 用魔法好了 他是... 有什麼抗性嗎 他是吃... 風鼠喔 剛好可以用風之輪 就是剛剛看到我們眼前那個寶箱喔 只是...被這個... 蝎子來個出奇不... 喔他不怕物理攻擊 沒關係 風鼠魔法全力招待 那個寶箱... 我等等先存個檔好了 畢竟我們多打了一隻蝎子喔 那個寶箱如果你打開的話 會出現很多那個... 長得像熱氣球的怪物喔 我們之前好像... 有給各位看官展示過喔 但是問題是 他一次出現了太多隻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以我們現在的狀況 是不可能打得贏的喔 對 來我們開囉 魔...魔獸出現了 然後... 我有私底下打過這個喔 其實我們CP是可以拳腳阿 但我覺得有點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就先撤退吧 對 好是... 是不用獨檔重來的喔 只是... 對 基本上如果你 剛剛內在硬上的話 我有打過阿 我打過一場我直接輸掉 對我不覺得現在的狀況打得贏喔 好啦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個...給各位看官展示一下喔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講到嘛 我同學說 他遇到閃營的波姆是... 直接繳上200CP的喔 只是我自己私底下 我除了想要練等之外 也有想要... 把CP練到200喔 然後我發現好像CP超過100之後 那個CP上升... 喔 差點被追倒 就會非常的...緩慢喔 所以我... 實在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把CP弄到200喔 所以今天呢 就是測試一下喔 這個... CP100的技能 唉唷 衝過來 嘖 剛剛應該硬上 而不是直接跑 那個已經追不過了 欸 喔 還好 遇到這種他會先湧上 好 那... 總之我們還是先測試一下嘛 CP100 能不能夠帶走神像波姆 那... 因為我們上次好像有經過 同樣的地方兩次喔 然後都有遇到 所以我在猜想 恩... 可能... 我會在同樣的地方 再遇到一次神像波姆 為什麼我會這麼想 因為... 其實... 我有上網查一下喔 神像波姆其實出現的 那個... 哪個地圖啊 出現機率都是隨機的 但是... 我們在同一個地方 連續遇到他兩次 表示可能... 好像是眼鏡蛇 表示可能... 那個地方 就是... 出現閃耀波姆的機率非常高 就是要讓你刷閃耀波姆 也有可能你只能打一次啦 對啊 衝過來 而且...這偷襲嘛 這不是 所以我剛剛沒有跑 跑的話其實比較有可能會是偷襲 我這一集沒有什麼想要多做的事喔 就是... 就是... 看能不能遇到那隻閃耀波姆 對 好像不是在這個地圖喔 好像在... 走... 不知道一個地圖還是兩個地圖 等一下喔 現在不想打過來 我現在只想看能不能遇到閃耀波姆 阿如果遇不到就算了 我是希望可以遇到啦 因為我們都已經... 我們... 我們上次那個地方刷兩次 然後那兩個... 兩次都有遇到 咦...好像沒有 還是不是這張地圖 然後要怎麼走啊 等一下喔 北拉文努村 所以不是這裡 等一下...是... 咕咕鳥 等一下我這是偷襲嗎 是偷襲耶 三隻咕咕鳥 不過他們打人好像沒有很痛 好煩喔 不是...我現在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理你阿 還要躲怪物 我很仔細的在看... 有沒有閃耀波姆 那我還要看... 我還要躲怪物 咕咕鳥 等一下咕咕鳥會不會衝過來 那轉方向... 好...好難 我每次都會轉錯 而且我還不太確定閃耀波姆到底在哪裡 不是...那是眼鏡蛇 不是...那是蝎子 寄居蟹 欸...沒有嗎 欸...我們再走一次 我們再走一次 我們上一次遇到了他兩次 結果...這一次... 到第三次他就不見了嗎 我們運氣有這麼差喔 我們上一次...不是那個嗎 他還刷過來 衝耶...他直接朝我們方向衝耶 結果這一集完全不見中影 而且他的速度很快耶 如果我們沒有撞上他應該就是... 剛剛那次他沒有出 不是假的... 真的不出了喔 上一集還不是直接活動爛跳衝到我們面前 結果現在就不出了 我們再...再走...走一次看看 我記得好像是這個地方吧 這個地方出現 真的沒有嗎 等一下 蛤...很難過耶 我CP都準備... 喔來了來了 這裡這裡這裡 而且我們是先發智人 有機會有機會 來 CPG直接上 我知道 來吧 喔...他...他沒砍一下就掉一次耶 掉一次碎片 啊... 好像有點難 等一下...按錯按錯按錯 CP拳腳 CP拳腳 欸...好像真的有點... 有點癢耶 是不是只有CPG有用啊 欸...我們CP是拳腳耶 就是...一百多 他...好像超過多少 都是連著腳下去 欸...這樣甚至解決不掉一隻耶 而且...等等... 等一下他不...馬上就要動耶 欸...有一隻快死了 可是他們會... 喔...他們...他們沒有要跑 欸... 是不是有點痛 還是只扣了30滴 好像...沒有很痛 只是會吸血 會吸血... 而且還會...回血 等一下...我們應該不會被他們打死吧 如果被他們打死也太好笑了吧 等一下...他們吃什麼 蛤...不會痛... 真的假的... 不會吧...那... 我也沒辦法用戰技了 真的假的... 我怎麼辦... 先...先幫...約束把回血 欸...我們三個CP喬下去不會痛 等一下... 也沒有什麼防禦之類的啊 等一下...要600CP嗎 真的假的 再...再打一次看看 不會痛...好 魔法也是0啊... 魔法倍率是0就不用想了吧 想要身上的光澤 喔唷... 那個是殘血的對不對 怎麼辦... 我們現在怎麼辦... 這樣子他不會不見 但是問題是我們CP沒有啦 我們CP沒有了欸 蛤啊... 我們要跟他說再見囉 喔唷...很難過欸 其實有一種方法有機會啦 就是... 這是偷襲嗎 喔...煩喔...你真的很煩你知道嗎 沒有人喜歡你啦 你這個全身發黑發臭的 髒得要死的可樂汽水燒杯 有一種方法是有機會把他們帶走 那就是... 一直不停的去刷那些 就是... 一撞再撞 就是... 失敗了就毒檔重來 一撞再撞 然後賭什麼你知道嗎 賭那個... 隨機事件的Critical 那樣子才有可能把他們帶走 不然剛剛的傷害 大家都看一清二楚了 就是會差一點點 對... 然後... 也不用想著... 囤第二條CP 痾...基本上... 不可能 因為他們一定會在那時候逃走 痾...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約束打的CP 其實已經超過150囉 那個是他剛剛開完那個... 高CP技之後 他的CP就... 幾乎是空的 所以也就是說 你CP超過多少 他...他會全部繳下去 可能會變成傷害之類的 所以有一種方法 就是... 我們現在... 打怪囤CP 又來了 等一下我在這裡存檔 我在這裡存檔 我今天... 我今天不信血好不好 我今天... 而且我是... 先發智人 先發智人 這樣子的話 我... 不管 打看看 我們好像沒有賭到Critical 有嗎 喔有 艾斯蒂爾 有Critical 所以這次有機會 然後約束打不知道是什麼 約束打一個驚嘆齁 欸這次有機會 因為我們剛剛只... 只差一點點 約束還是Critical 來了 機會來了 有了 就這一次了 有有有有有 雪阿扎德一下去就沒了 等一下按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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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冷靜冷靜 冷靜 有了有了 欸可是剩下兩隻也要解決對不對 欸不對他們兩個跑掉就好了 他們兩個跑掉我們也是... 我們可以拿到戰利品 應該是可以 所以我們只要讓他們兩個跑掉就好了 然後小青北要死掉就好了 他跑掉了 喔有有有 加108 雪阿扎德怎麼加那麼少 喔有深等 約束還會絕影喔 喔太好了 這才是我要的練等 好啦我們先確定 我們先存檔 等等發生什麼事實光光 喔我要的就是這個 喔好爽 一隻就夠了一隻就夠了 我同意說腳211匹 可是我 腳211匹可以解決三隻嗎 我覺得有點難 解決一隻就了不起了吧 我覺得211匹可能是解決兩隻 差不多 不然就是你等級要再練高一點 等一下喔 不要...不要往我這邊衝過來 好啦可以 我們今天解決了一隻閃耀波姆 然後接下來我就是回去報告啊 兩隻寄巨蟹 他到底是什麼生物啊我也不知道欸 嗯...等一下我看一下 呼呼鳥 好 就這樣慢慢的走回去 等一下等一下 喔方向 轉方向真的是 我覺得ZX鍵兩個鍵按嘛 常常按錯 然後再反方向轉回來 不知道各位看光會不會看得很暈啊 這個最近那個異星期間嘛 那個...停... 大家也都停課了 所以 我這邊也是很努力的 想要 多拍一點實況給大家看 對 就是希望大家在家裡不要太無聊 不過呢其實說實話啦 我其實也沒有說 因為 這次的停課就變險 痾...雖然說我的課全都改成線上了 但我還是要上 那個影片我還是要看 我那影片不看的話 我也沒辦法 學到我應該要學的東西 所以 基本上 我是沒有變險啦 只是 想說還是努力的拍實況給大家看 對啊 畢竟 身為一個實況主 我能做到的事也就只有這樣 痾...看一下喔 我要去支部 好方向是對的 所以支部應該是在這 來 我們來報告我們的這個... 我忘記是什麼來的 護衛任務 報告 關於護衛委託的報告進行完畢 今天 得到了1000米拉 4.bp 現在的等級是準優級是7級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其他支線喔 好 我們 繼續來解我們的 極限中好了 極限中的這個 熊刺草 我們要先去找 斯潘斯老人 博斯地區內熊刺草的草藥生長場所 痾...如果得知這種植物 請告訴 博斯超市藥店的斯潘斯 痾...所以呢 我們要去博斯超市藥店 其實我們身上是不是已經有了 博斯...不是 熊刺草 好像有耶 是嗎 熊刺草... 我們是不是曾經有過這個東西 就是...結任務 後來好像... 交給那個... 什麼... 我有點忘記是不是那個草了 好像... 好像名字是一樣的喔 但我不太確定喔 說不定其實可能差一兩個字之類的 好 我們來尋找我們的... Pharmacy... 藥房 對話 痾... 看一下喔 這邊... 我好像對話過 我之前第一次進超商的時候 好像... 每個都有對話過 小姐就是那種自體越忙 就越有活力的類型 這可能是繼承了他父親血統的原因吧 可是...我也非常擔心小姐的身體狀況 喔...他父親也是這樣的人啊 這邊找得到市長嗎 不知道 可是... 我要怎麼看得出藥房啊 基本上我可以看那個... 白色就知道了 像... 這一攤... 就有可能是藥房 可是這邊沒有人 然後這個看起來是賣裝備的喔 我們需要買裝備嗎 看起來... 是沒有差很多啦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藥房 這個也有可能 喔...這個是書店 可是這一攤...沒有人 藥房在哪裡啊 這裡嗎 那家蛋糕店 自從大節... 開始接關以來 味道也變得非常好 我每人都去吃蛋糕 那感覺味道一天比一天還要進步 欸...藥房到底在哪裡啊 有點難找耶 哼... 剛才我... 第一次嘗試自己買東西 欸... 這個好像也... 講過了 好像是說那個蒸蛋糕吧 我們上次好像有買 恩...藥房是哪一個啊 這個...感覺是賣盤子的喔 帝國產的淘氣 擁有豪華炫爛的裝飾 非常具有藝術性 相反共和國的淘氣 顏色與裝飾都非常樸素 只有... 但是越用會越有味道出來 真的是各有特色啦 正因為如此 淘氣這種東西 才會讓人覺得很有趣 欸...這個就有可能是藥房 對話看看 對話 好...看來就是了 想買一點什麼東西嗎 我電影的藥都是很有效的喔 啊...是這樣的 我們是看了公告版而來的 這麼說 您就是斯潘斯老爺爺吧 哦...你們是遊擊師對吧 我一直在等著你們呢 簡而言之 就是尋找熊四草的生長地帶 對嗎 熊四草這種藥草 在這附近的地方 是找不到的 以前都是拜託別人 從洛蓮特幫我帶過來 不久前 好而是叫區長拜託我幫他配一種新藥 很快就需要大量這種藥草來製藥了 所以我想自己先找到藥草的來源 嗯...是熊四草 我記得在洛蓮特的神秘森林裡 有很多這種草 熊四草這種藥草 是植物喜歡生長在草濕的地方 我想在博斯那些草濕的地方 一定也有生長 啊...我以為要回去洛蓮特 看來是沒有 啊...又要到石鹿鹿的地方去找 這種調查任務也是游擊士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喔 把他當作一次學習的機會好好加油吧 嗯...也只有這樣 那麼我們一有消息就來通知你 好的好的拜託你們路上小心喔 好首先呢看來艾斯蒂爾是很怕髒啊 然後... 我們看一下游擊士手冊 我覺得這一次的任務大概不單純 上次就很單純打架 所以難度很高 但是...不需要動腦啊 那這一次呢 感覺又是...要尋找一個特別的地方啊 感覺不是很好找啊 那我們要找熊四草 我們要看哪邊比較適合種是不是 這是一個喜歡潮濕的植物 最好到那樣的地方去釣草 大哥我怎麼會知道哪邊是濕的 等一下喔我思考一下喔 要在博斯附近尋找...潮濕的地方喔 湖畔我們列入考慮一下好不好 拉文弩村喔 拉文弩三道 我不覺得三道會是一個潮濕的地方 喔天啊 我可以找我同學求救嗎 我腦袋裡沒有任何一點線索啊 我...我再看一次手冊好不好 一定要尋找到熊四草的生長場所 這是一個喜歡潮濕的植物 這個範圍很大耶 柏斯附近 潮濕的地方 你知道 我們 我...我會覺得說那種什麼山道啊 那種高山地區都 冷冷的乾乾的 但是 誰知道 說不定我的想法是錯的 如果照著我的直覺 我認為就是 直接往這個湖畔走 說不定有機會 但是誰知道呢 我的地理 我的地理 我從國中開始 我的地理 就是 都是 一個很頭痛的科目 到現在 我高中讀 自然族 大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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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科系 你認為我的地理靠譜嗎 我們就先找找看吧 潮濕的地區 而且 感覺它就是 在一個很隱秘的地方 的一個小小的點 然後我們要對話到 那個地方 這個難度 實在高到不行 來 看一下 它的難度是中 好 難度是中 然後那個 宇宙煎餅 我覺得我可能會被打死 我們今天先不要去 找那些新敵人 好啦我覺得這邊看起來 至少 應該是蠻潮濕的沒錯 這是什麼 沒有那感覺是造型之類的 我覺得 我應該是沒有找錯的地方 但是重點是 我要 找到一個 喔 天啊我被 我被偷襲 而且這邊怪物看的都很強 我要找到 一個點 然後要調查到 我不確定我看不看得到 好 混亂 醒醒啊 月初亞 我思考一下 對啊 而且我們這 我們這次出發是 沒有帶任何補品 因為我只想快速的 把它找到 說不定我們會找不到 喔 我覺得這個會很難耶 我覺得我們這會花很久的時間去 嘖 那個 沒辦法走過去 有地形差 你知道我甚至 不太確定 是不是這個地區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好不好 我就是到處晃喔 看有沒有調查點 我覺得在這邊的可能性很高啦 因為 我們上次 神秘森林不就 一堆花花草草的 啊 這邊也是 等一下它衝過來 這邊也是 所以我覺得同質性是高的喔 所以我相信是這裡 只是 要找到那個點 難度很高 然後這邊一堆 龍捲風喔 他愛情萊塘太快 結果想龍捲風 喔我不要 不是 雪哈沙德混亂的話 我們等於是死啦 因為雪哈沙德很強 真的是龍捲風 看一下喔 要衝過來 他們都很喜歡衝過來 衝風直撞 我相信是這裡啦好不好 喔 熱熱熱熱熱氣球 他們好像 太空船嘛 長得像太空船 一直想不到 什麼物品來形容他們 隨便講一個熱氣球 等一下 等一下不要衝過來 不要衝過來 不要衝過來 欸有了有了有了 喔沒有是告示牌 可惡 我看到驚譚號就興奮了 可惡 不是塔啦應該不是塔 塔應該不會是那種潮濕的地方 等一下 等一下不要衝過來 不要衝過來 不要衝過來 我要丟在這裡而已 不要 不要衝過來 不要衝 真的會是這邊嗎 欸 欸 那個應該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按錯了啦 我不能撤 喔可以 這個應該是通氣魔獸 我不是要打他 等一下 等一下 所以 喔 我要進湖泊 就一定要 就一定要打他 是不是 等一下喔 現在這邊存檔 我不覺得我打得贏 等一下 我現在是往湖泊的方向走對不對 我要進湖泊 就一定要打這隻怪 好 我的CP都剛用完 然後 給點那個 給你們一點吃的 看一下喔 416485 H150 H100 H100 喔 硬上看看 雖然我不覺得會贏喔 阿輸了 我們之後就會慢慢 思考作戰策略吧 你們怕什麼 他們怕火欸 你們 等一下 你們應該怕死屬性的吧 至少會痛吧 火焰蛋 火焰蛋 1 3 5 欸有點痛 而且重點是有6隻欸 好了夠了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等一下他們怕物理攻擊嗎 要幫玉蘇塔補一下 完全是被包圍 這個該不要多練好幾整是要幫他打 不對阿我覺得 那個 寶力全部換成火了就有機會了 看來 玉蘇塔可能要裝個火了 不然之後很難辦 好 接下來打誰 打個 打個這隻好了 然後 幫 玉蘇塔補灰個血 反正這兩打輸就是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在湖泊的可能性很高欸 可是 我們要打贏才有辦法走到湖泊旁邊 那我們這樣做真的是對的嗎 不過這場要打贏感覺也不是那麼困難 就是可能 就可能 倒力換一下 說不定我們這場就打贏了 恩 憲靈之下 不過我時候真的會想說要不要上BUFF 對不對 只是我一直都是不上BUFF 至少目前HP還算穩定 而且敵人越來越少 我們的勝算就會越來越高 重點是你還 能不能夠撐到 敵人多的那個時候 你能不能撐過 像約束亞現在的狀況就有點不太妙 現在就是祈禱說 不要 敵人不要打約束亞 等一下喔 接下來有兩個攻擊 所以 我想約束亞是一定要吃點東西 加100 回復藥師 嘖 可是我們HP其實都很爽 你知道嗎 欸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你要打約束亞 阿瑟 我覺得先解決一隻啦 阿瑟 如果說我們開場CP很多的話 其實應該會比較 基本上勝算幾乎應該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如果這場打輸 我們下一集應該CP滿就可以了 回復 給 雪娜姐 其實好像有一隻快死了 敵人剩三隻 應該稍微還可以再搬回一點烈士 會在兩個敵人攻擊之後 可是這樣拖元戰其實沒有很好 你知道嗎 戰機 單體 小圓 就大概就是沒有辦法 好像沒有辦法打到 很多隻 可是這樣 欸不是怎麼那麼癢啦 至少要把那一點血打掉吧 我真的會氣死 我真的會氣死 有人要死了 有人要死了 等一下他會在那後面 不管了不管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不能 真的不能 用物理攻擊 超級無敵羊 等一下 好剩三隻 其實還是有點機會啦 火焰 看他的行動 他的行動是在攻擊之前 好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命是假 感覺有機會喔 反敗為勝喔 好 最破完就是剩兩隻啊 欸還有兩隻攻擊 可是對面剩兩隻 啊還有一隻攻擊 等一下 有沒有機會再帶走一隻 現在三個殘血 這個如果帶走的話 基本上 不是希望帶走啦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帶走很關鍵 啊沒有 而且有點癢 不愧是物理攻擊 真的癢 他們好像真的只怕魔法 好我要看這個回復在 好在攻擊之前 誰的血最少 雪蛤姐 雪蛤姐 我覺得因為剩兩隻的關係 所以 現在先幫自己回一下血好了 對 因為剩兩隻其實已經沒有這麼可怕了 但是 艾斯蒂爾 159應該挺得住吧 他打 居蘇亞 我覺得這一波應該挺得住 先停止下 再回一下 回復住 給自己 快點 走 走 走 可是雪蛤姐 的行動好像有點慢 我覺得他的速度 他的行動很緩慢 是因為他有被斷過一次勇葬 等一下喔 道具 拳腳喔 拳 等一下 要拳腳嗎 等一下喔 還是幫自己吃了 吃一點這個比較 回復藥比較珍貴啦 所以可以吃一些比較不珍貴的 沒有想到我們竟然真的打得贏欸 我一開始覺得我們好像沒什麼勝算 好 我們這一集就先 欸 安塞爾新道中被通緝的魔獸 我們甚至沒有接這個委託 欸 這個這個是不需要找NPC對話 就可以直接打了吧 好像是沒有那個委託人啊 那個就是單個公告板上 所以我們直接先解掉一個支線 但是熊刺草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麼辦欸 應該再往前走吧 我真的推測是在湖的旁邊 就看我這個推測到底是準還是不準 好不好 那我們這一集成功的解決這個擋路的魔獸 我們下一集就可以繼續往這個 湖畔前進啦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繼續我們這個支線吧 好 今天我們今天實況 九千週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在影片的下方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去看下去的話可以在影片的下方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去看下去的話可以在影片的下方一個訂閱 從我現在開始成為開放別人的留言 順便下的鈴鐺 如果你們朋友是迷信的話可以在這邊小鈴鐺 評論全方留言 音樂也是明明部最大多點 那麼就在V號IG 好 那下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白鳴 喔 好 謝謝 喔 又來了又來了 喔 為什麼要騙我 為什麼 為什麼